過年之後 我們大概最近會簽出來 過年之後 開發基地的地主來開工廳會 那會簽對那個基地有開兩條 所以那些相關資料 我們在那個會中會提供 因為今天只針對這個地主 所以我們的資料只針對這個部分 大概農曆過年後 因為過年現在沒有一個月 這裡簽出大概過年之後 我完全希望的月消過後 過年前通知 相信也知道我們希望 上次就希望5月20號 會再開一個說明會 也希望在那之前 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那所以說大概 應該元宵以後 開會通知會在過年前會寄送給 那個開發基地的地主 那因為上我想就是說 元宵內不要開這種會 元宵以後會開 這樣是不是因為我們本府也有相關單位 有沒有什麼需要執政 就是說可能我們在 一些相關的依據上 或者是說剛剛我們一些 風衣性、地奧性啊 這些說明上 還有沒有可以再增強的部分 或有遺漏的部分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做一個參考 這邊 這邊 站起來的話有沒有大概 威力是什麼還沒有開始 大約什麼時候 沒有我剛剛有報告 我希望 我們現在就是 年中中間的中 希望能夠把這些 設計資料發包資料都備齊之後 我們就會去公告 公告之後就 如果說順利決標的話 至少也要半年的一個動員期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如果很順利的話 也許在明年的三半年 就會針對 道路的這一部分 先做 施工這樣 好 不知道 還有沒有我們府裡面 有沒有什麼意見 這個施工是不是會影響 上面的交通 我們會 同樣 真正施工 還是有一個程序 叫做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 這個會經過當案匯報 核定之後 才會去施工 所以他會 就是我剛才講的 開玩笑講的 像切施工一樣 我可能先 做一段一段 做 做上半段 下半段 再做中間 因為最主要我還要維持 現有道路的一個使用 交通使用這樣 因為 這邊已經沒有替代道路 因為替代道路比較遠了嘛 這樣 我這邊順便再補充一下 跟剛剛 我不曉得這位地主 這這位那個 大概有關於大概我們在施工前 還有這些交通維持計畫 會在施工前 我們的那個 南區工程處 會召開施工前的施工說明會 那針對這個施工的一些情況 大概會在那會議裡面 會做更詳細的說明 現在其實 要求相關的公共工程的 這個 建設 其實 很多必要的程序 就會比較麻煩各位 對鄉親或是地主 有空的話 就來參加 來表達 意見 所以不同的會有不同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程序 像剛剛施工說明會的話 就是等於是說 讓鄉親知道說 喔 我可能 正式要動工了喔 啊 是不是 公車站牌會不會做一些調整 啊 人行道 這邊 會不會做一些削減 啊 這些都會在我們施工說明會 來做一個 一個報告 這樣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信義東元 其實也拖了好久了 再不趕快做也 也不行 所以希望就是說 當然 嗯 關鍵我們R03 這個出入口的這一部分 其實也成為各位地主的一個支持 我們希望在下次的這個說明會 能夠再把大家如果還有一些疑問的地方 我們再做一個說明 好 至於剛才你 這位代表所提的 我會盡量去問一下 只是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們做一個沈默 因為畢竟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好 不知道喔 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會不會從哪家 不會 這沒有地下穿越 對 對 現在喔 反而取消了一個車站 反而把 R03 原來會有一些地下穿越 就 就 減掉比較少 對 對 因為當時 因為車站比較寬 我的隧道的話 就比較 這樣 對 是的 好 如果沒有臨時動議的話 是我們今天的說明會就到此 結束 按照程序我們可能還是會開第二次 不好意思 我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也會到大家的房子裡面 牆壁啊,我們會先拍照 等於作為一個base 萬一有裂縫啊,或是怎樣 我們都可以去做一個鑑定啊 或是損害的一些賠償或是補修這樣 這叫建物識別調查 欸,做完了沒 現況的調查,建物調查部分已經做完了 已經做完了 對,在設計階段就會灰身在這裏 那我們這邊的地址真的很鬆軟 很鬆軟啊 然後你們都沒有去講過 我也是為著他們以後那個房子的衝擊 買賣的衝擊 所以我也不敢講地址 48戶圍,傾斜30公分 要是是你家,你頭會陰嗎? 對不對 然後 這一張,你們看 這樣沒關係 一百七十公尺的斷層帶 這邊個別的問題 我們在會後 然後用土石流一堆大小 土石流都有 你們都不重視嗎? 沒有,我們當然重視 好,這樣是不是今天的說明會 都沒有提安全的問題 都沒有提安全的問題 什麼合理性 什麼性 就是沒有提安全性 好 對 對不起 剛剛說 合理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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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